然後 我不是上個晚上紅號老三睡醬了嗎 然後本來想午睡一下 但是就覺得必須得洗個澡 然後剛洗完澡之後呢 我老公就起來了 然後他說 他埋怨我就是對他關心不夠 我覺得他生病的時候就是還是有點無視他 就是對他關心不夠嘛 我就跟他講我說我沒有那麼多精力 我實在是沒有那麼多精力 再去照顧完三個孩子之後再去關心你 我也會問他你感覺怎麼樣啊 我也給他短水了 我也想著去 去 我已經精疲力盡了 真的我沒有那麼多的精力 和心情再去對他 他就他他抱怨我 就他生病的時候我就對他關心不夠 就是 就是就是對他 但是我真的太累了 我的心裡面還有一種 一一個 有一種怨氣 就是 就是 哎 我不知道怎麼說 這句無論詞 他希望呢 他希望就是他生病了之後就我時刻關心著他 就是搂著他 保著他 然後就是 希望我把飯做好了 長得恨不得就是那種 但是我做不到 我沒有那麼多時間 我也沒有那麼多精力 嗯 我 真的我早餐 我就是扒拉了兩口 扒拉了兩口那個麥片 因為我怕孩子醒過來之後 我就沒有時間洗澡了 扒拉了兩口麥片 然後就沖了一個澡 然後 就是 就是沒有 沒有給他做早餐嘛 就是沒有那麼多時間 也沒有那個心情 就想喘口氣 然後 挺崩潰的 現在感覺就是挺崩潰的 就是真的就是 他不生病的時候 兩個人一起照顧孩子 還好 還好 他這一生病就我一個人 去帶著三個孩子 又做家務又做飯 就是那種孤軍奋戰 就是很累 然後再 如果他再抱怨我 我就對他 就忽視他關心不夠什麼的 我整個人就是真的 一下子我就 一下子我就委屈得不得了 非常的委屈 非常的就是那種心情 就是一下子就又又又 又焦慮又硬又崩潰了 我跟他講 我真的我真的是 就是操勞孩子辛苦 操勞孩子還可以 就是他要是在這種情況下 還去抱怨我的話 我真的就是 我 本來就 本來以前的生活過的就是 不是不是這麼樣的 這樣的這樣的 這麼累什麼什麼的 我已經去努力做到最好了 他還是不滿意 我們就是 又剛剛又吵了一架 然後他去他下樓了 我們家老三 我跟我們兩個 剛才大聲互相說話的時候 我把老三吵醒了 我現在要去給老三 給老三抱起來 他紅紅的 好像他拉臭臭 老爺給他畫尿不濕 然後吹完頭髮之後 如果有空的話 看一看呢 不能午睡一下 不能午睡的話 然後就得 就得哄老三 然後晚上的晚飯 還要提前準備一下 啊真的 曾經之前的時候 還想過什麼 考慮生死胎 哭啦刀吧 想都別想了 哎 前面就是大吵一架的時候 我老公就是說離婚嘛 其實他說離婚呢 我是一點都不驚訝 他提出離婚 因為在這之前 每次我們爭吵的時候 都是我說離婚 我回中國 我說不過了 都是他都說 就是說 每次吵架就是 不要輕易提離婚 但是每次我 情緒崩潰的時候 就控制不住 真的是想離開他 這次他生病 我覺得一個人 孤軍奮戰了 這麼久 他應該就是 能夠多體諒一下我吧 但是剛剛的時候 因為我洗澡的時候 他就認為 是我寧可就是 用這個時間去洗澡 然後就是不去 不去靠近他 然後不去 維問他 我就覺得 可能是生了病之後 真的很矯情吧 我覺得他這樣做 所以說不去洗澡 你不用洗澡 你不用洗澡 你不要洗澡 你去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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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洗澡 我其實需要睡 所以你去洗澡 你去洗澡 但是我沒有洗澡 來洗澡 你去洗澡 他要暮睡 然後我到樓下來了 我到樓下來 繼續拍這個視頻了 嗯 其实我也想午睡,但是我不想跟他吵,吵架让我更痛苦的那种感觉 怎么说呢,他提离婚我还挺高兴的,真的 我们两个的这个吵架的循环,就像一个圆圈一样,就是不停的,就是跟着这个圆圈,就是不停的在走,不停的转着这个圈 一直在婚姻的话,根本是没有办法听得正常,我们一开始在一起正常的点,主要是威尔在我家大儿子,就是我觉得他的那个教育方式有时候太严格了嘛,就太凶了,我们那个正常点很多 来生完老二,生完老二的正常点多,就是因为休息不够,然后休息不够,然后也是带八分期吧 他觉得孩子一出生,就是那个,就是,他做的对,他一个时候说的对,一出生就一个时候他睡自己的小床 我的意思是他刚出生,他之前在我肚子里,他一出生的话,应该是更,还是那个,还是留恋着妈妈的身体和温度,还能按那个气味 我希望就是让那个新生婴儿,就是那个,就是睡觉的时候能靠近我一点,味道我的气味 但他不同意,然后他很固执,然后我们为了而吵架唱的也挺多 然后再后来就是我们家老二六个月的时候,我们就来了英国嘛,然后老二六个月来英国的时候就是住在我公婆家 我都住的也不开心,但是在法里,就是在英国北约克那段时间,就是我公婆家那段时间,那是我最,就是活到现在啊 那是我最抑郁的一段时光,最抑郁的一段时光,我就觉得整个人是在他的家庭里面,我觉得我是没办法的融合,融入到他们整个那个家中的姻缘 然后就是那个时候也是很快又怀孕老三了,然后本来就有点禅后抑郁吧,我本来不是没有,我没有禅后抑郁的,但是后来到了英国之后,跟他们家人请住的时候就是 他爸妈人虽然很好啊,但是就是我感觉,就突然到了一个新的国家新环境之后,然后我老公就突然间就很忽视我,非常的忽视我 哎,然后 不知从何说起啊,太乱了 过的 过的就没有哪一天是真的舒心的,完完全全开心过,真的舒心的时候太少了 太少了 所以现在加了我要干什么呢,加好了我打算就是买机票,尽快尽快的买机票 在赶的老大9月份之前,开学之前能回去就回去吧 这个 关于老老老三 哎呀真的 跟我老公性格太不合适了 永远 我们两个永远都没办法互相去体谅对方 互相去认可对方 我们是互相做的 最多的就是指责对方 埋怨对方 其实我们两个人做人 都还挺好的 都很累 但是 但是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每次一吵架的时候 不会觉得你做的好 你做的,都会说你做的不好 我什么什么样的 真的吵的太多了 跟他争吵的矛盾点太多了 就 他 我认可他做的也很好 但是我们争吵的点多 都是因为 我们两个都是属于那种脾气不好 然后性格又都很强势 当然了,我跟他吵完之后呢 最后后面他还是来哄我 可是 受够了 受够了再吵 争吵 被哄哄好了 又过了 过那么一两天 因为一件事情 然后再吵 哎呦,反反复复 如此循环 真的让人真的是崩溃极了 嗯 后面不知道怎么 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 然后 就是今天吵的时候 他就是这样提离婚嘛 我觉得 嗯 真的 最起码我真是希望能够跟他分开一段时间 分开一段时间 然后 鼻子之间静一下 也好 这个疫情期间 两个人天天关在家里哄孩子 24小时腻在一起 真的是够了 哎,今天就先拍到这里吧 他,他,他,他无睡了 我们家老,老二也无睡 老三睡醒了 我准备哄下老三 哦 本来想午睡的 那也没有时间午睡了 很辛苦 特别是这种 去摸下 就是得不到他体量的时候 然后孩子就跟他争吵的时候 这个 哭的 也许我的 我的性格弱点 可能就是不擅长处理婚姻吧 我也 因为第一段婚姻的时候呢 正常是因为 我全部太懒 太懒了 正吵得多 但是 人没有完美的人 人无完人 他懒 但是他 他会 他从来不会说过激的话 从来不会说难听的话 给我听 然后现在就是说 现在吧 现在老公觉得很勤快 做得多 但是经常 每次吵架的时候 说的话很难听 让人很崩溃 没有 我不是完美的人 没有人是完美的 所以我不可能要求对方 做多 必须要 随着自己的想法去 去走 这样的人是没有的 嗯 就先聊到这里吧